哈喽大家好,我是柏林 今天这期视频呢想要给大家分享 六个意大利的小众品牌 第一个品牌呢叫Cuchonel 它是1978年诞生于 意大利帕尔玛的一个时尚品牌 制作简洁典雅的风格 给人一种干练优雅的感觉 以巧妙的细节设计 烘托精美的皮革配件 注重细节价格中等 然后非常适合当代女性 独立自信 拥有自己独特魅力的 一个特点 第二个牌子呢叫Sara Milano 这个牌子呢它是一个又可爱又酷的 意大利包包品牌 纯手工制作 品牌的风格呢时尚多变 蛇少女心,蛇率性,古灵精怪 那它是非常多的意大利 包括西班牙葡萄牙的一些 时尚达人的一个心头肉 最热门的MIMI这个款式呢 它就是跟之前COVID的那个小猪包 非常的相似 街头风十足 那它配色也非常多 第三个品牌叫Bowla Catmatory 这个品牌呢是从美剧凯利日记里开始获得了 那它色彩比较缤纷 用色非常极其的大胆 不走庸俗的logo图案路线 大胆的撞色又颇有复古感 从略带艺术感的包包呢 非常有辨识度 也成为很多好莱坞明星喜欢的 意大利小众品牌之一 第四个牌子呢叫Franchesco Roccaoni 位于罗马奢侈品大街上 唯一一个可以跟其他 高端奢侈品同一条街的 一个小众品牌 本体呢是走纯手工的复古路线 它它最有名的一款包包呢 就是跟爱马仕Cady 超级像的一款 它复古饭十足 性价比非常高 千元就能入手 如果你自己比较喜欢大牌的设计 但是呢又要注重性价比的话 可以考虑他们家的包包 第五个品牌叫Yobossent 这个牌子呢在日韩非常非常的苦 它是意大利高品质的皮革品牌 风格呢都是比较偏质朴简约 没有太多其他的元素 给人一种高端大气的感觉 它的材质呢主要是采用野牛皮 所以呢它自然的颜色 会更加的浓厚一点 通过与时间光照和人体皮肤的接触 演变出不同的色色 它整体的风格呢 其实是比较单一的 这也是包带的魅力所在 第六个牌子呢是The Bridge 这个品牌呢是在1969年 文艺复兴期间新奇的一个品牌 为了纪念当时 成立于佛罗伦萨的一座桥 它所有的皮质都是采用油腊皮 这个牌子呢在当地非常受三类职业人的喜欢 第一个是律师 第二个是医生 第三个是教师 非常好背 而且材质非常好 油腊皮也比较耐造 在欧洲皮具里也是鼎鼎有名的